你好,歡迎收看8月30號大華聯地方新聞,我是路易慧 品封大中華證券投顧公司的董事長蔡彰皇 30號上午特別捐贈華聯縣政府一輛富康巴士 另外再捐贈10萬塊錢的急難救助金 由縣長徐政委和社會處長陳佳副代表受政 蔡彰皇她表示說,持續捐贈是希望可以用行動來展現愛台灣的理念 2018年3月,一場火警,挽救一名輪椅上的老人 事發後,事業蒸蒸日上 品封大中華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蔡彰皇 因此發願捐贈22個縣市各一台富康巴士 期許自己幫助更多弱勢 30日上午,協同家人捐贈華聯縣府一輛富康巴士 另外再捐贈10萬元急難救助金 捐完三個離島完之後 我馬上第10台富康巴士就選定花蓮縣這邊來做捐贈 非常的又順利 那也很感謝花蓮縣政府給本公司這個機會 能夠進行這個感恩之旅,這個捐贈儀式 今天算是第八站 但是21個月以來我已經捐贈了10台富康巴士 在上禮拜五我也又簽好在年底前要一天內捐贈嘉義縣市 各一台富康巴士 也就是說到今年年底我就會捐贈完12台富康巴士 其實花蓮縣這邊僅僅只有31台富康巴士 這個是嚴重的一個量能不足 我在這邊也僅拋磚引玉 希望當地的企業 甚至於說全國各地的企業 如果說行有餘力之下 應該也都能夠證明自己的企業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能夠真正的一個愛護同胞 超越所有的一個顏色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做這個真正愛台灣的一個動作 我想這個是一個真的難得的善行預局 當然對花蓮來說 第一個我們身心障礙還有我們現在的早年化的人口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逐年都在增加 對於富康巴士的運用 以及這個預約 其實目前大家都非常非常踴躍 所以再加一步富康巴士進來 其實對花蓮縣政府以及有利於民眾在這個預約的時候更加的順暢 我想也希望我們各個企業能夠一起來響應 我想這個拋磚引玉對一些企業來說 我想是一個非常非常正面 這是該公司在21個月內捐贈的第10輛富康巴士 現場也捐出10萬元給縣府社會處吉南救助專戶 期盼幫助更多弱勢相親 在艱困時期度過難關 也希望拋磚引玉帶動更多企業一起享應愛心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接著掌幫院華蓮師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